上海街,位置在佐敦 外面就是阿士甸道 今天要走上海街 打算一路走到尾,去到太子 選擇了下午來 因為我試過晚上路過這一頭 見到某方面的專業人士 所以我覺得早上或下午會比較好 儘量避過那些在街上站的專業人士 其實我未試過走完這條街 所以我想我未必可以介紹得到 到底有什麼特別 但怎樣也好,我都盡量看一看 留意到什麼,再告訴大家 看一看吧 這裡有個空地 這麼有趣,這裡賣肉賣菜 原來這裡是保齡街 沒錯,是保齡街 另外一邊看到有些排檔 繼續走 現在是文具店 不過現在就… 因為快新年了 所以買了很多可憐產品 很快新年了 哇,黃潔 原來是中醫 這個 這是免街嗎? 還是敏南的敏呢? 上次走過這條街的時候 有個網友跟我說 我拍到他家人的店舖 不知道今次能否拍到呢? 好,繼續走 好,繼續是… 上海街 華海廣場? 什麼來的? 我猜是寫字樓來的 有間大家吃在這裡 左敦店 原來佳記除了做兩頓飯之外 還有一間茶餐廳叫佳記冰室 現在才知道 挺有趣的 老我自尊 看樣子也挺好吃的 這間賣銀器的 這邊過不了馬路 先走這邊 連續兩間藥房 現在要等過馬路 對面廟街 廟街 應該已經過了 廟街其實也走過一次 拍得不算很好 每天再走一次 但是整條廟街 只是走了 好像一穴仔 每天有機會 應該可以走完 但是可能還是要日頭走會比較安全 我記得我上次走上海街 是在對面馬路的 所以我今次選擇走這邊 賣花的 這間店 賣日本食物 賣日本食物 西貢街 不是 南京街 去拿的是 那些人 坐下 陳鑽 點 books 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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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這些都是 有些是東南亞人開的 這個是金行 又有一間藥房 這間藥房穿著咖啡色衣服 是抄牌的人 你看,正在抄牌 交通督導員 我給了200元之後 這間是藥材 順便看看對面瓦路 繼續走 這個路口是西貢街的 應該就是了,但找不到路牌 我都幾差 走過幾次了 都不記得名字 這裡這麼多人排隊 難道是排隊搭車的? 似是呀 74號 去油麻地佐敦 柯士甸 原方九龍站 不是呀 原來排隊到這裡 叫方太高品 像是魚魚地條 那麼厲害 這麼多人買它的糕 我想應該是老字號 上海美食,這間店多有趣 北海街 這間店完全沒有招鞋,通常都是吃Omakase Salon 這間是餅店 叫阿心餅店 好像不錯 賣藥材 賣電器這麼可愛 又有一間賣藥材 這裡有很多賣藥材 前面有一間賣海美 通常有少量藥材 留意到有些巴士會在這條街出入 其實上海街商道來說都比較闊落 也有不少巴士會逃經這條路 有好有不好,其實走彌敦道可能會很塞斜 對,走這邊可能會比較容易一點 現在大約走了四分之一左右 咦?原來是紅燈來的 差點就這樣過了 其實過就應該沒問題的,都安全的 只不過呢 我不想大家這麼多網友 見證著我做一些犯法行為 包括就是亂過馬路 前面留意到有個油麻地的肉器 一個小販市場 小販市場 好了,行了 這個是賣什麼?手機殼? 貼紙? 咦? 這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會有這些 攤檔仔 有些人是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很高級的地方 在這裡 這很高級的地方 和我們合作的地方 有些人是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地方 對面就是肉汽市場 要安心出行才可以進去 我仍未有機會進去參觀 不知道裏面是否給拍攝 繼續走 原來是賣特別用品 這裡類似廟街的攀檔伸延到這裡 有些音樂很大聲 所以我就要盡量說些東西去遮蓋它的聲音 好了,繼續走 也有很多特別用品 國泰文安 有個牌匾 原來這裡有個天后古廟 不怪師叫廟街 前面 原來真的有個廟 找日有機會走完整條廟街時 再拍這裡 繼續走 繼續走 好大聲音樂聲 所以要盡量遮蓋它 這個牌匾不錯 好大聲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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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過得馬路快點走 哦,原來這裡是中方街 原來是中方街 中方街都斷開兩節 要走小一點麻煩 每天都應該要的氣心光走一走 其實追開我的影片的朋友都會留意到 我是比較少走油麻地的 因為我覺得油麻地是 在油尖旺裡面的感覺是最混亂的 我是有點怕這個地方 是家品譜來幾個 是家品譜來幾個 永升你 那都幾大件事啊 永遠都被人升 很厲害 這些是工業用的 一些東西來的 快點吃啊 快點去買 好 好的 這些是賣爐具那些,真的是人家餐廳、廚房用的 原來這一區是賣這些東西的 這些洗碗碟機都似是工業用的 不是工業,是餐廳用的 路過這兩棟樓也頗有趣 頗有趣 走前一點,前面也頗有趣 好,繼續走 現在大約走了三分一左右 這裏原來叫文明里 文明里 這裏就不是文明了 這裏不文明,那裏是文明 明白 賣臘肉 臘味 很多都是餐廳、廚房用品來的 有少量就是家用都有 但是這麼大的鍋、這麼大的鍋 就很明顯是餐廳用的 是不是? 又見到另外一棟很有趣的建築物 我上次在這裏就被人空 問我為什麼拍攝它 這裏是窩打路道8號的紅磚屋 我上次拍攝窩打路道的時候 其實是拍攝過這個地方 我上次正正在這裏就被人空我了 希望這次不會有 非常有趣 好,走開 前面就是窩打路道 這個方向就是果欄 而另一邊就是荷文田 我記得我上次走廣東道的時候 我記得我上次走廣東道的時候 我上次走到太子那邊 那次其實就路過果欄 都覺得頗有趣 不過我覺得應該早上一早會比較適合 那次已經是下午時間 有部分的商店都沒有開門了 這裏就比較多賣品神的用品 那麽在香港 那麽有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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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同類型的店 那麽有趣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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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不要特別認可 那麽無片 那麽有趣的店 mol m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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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段 龍珠餅店 看來都走了超過一半路 前面看來比較多家品店 不是家品店,是建築建材 或者是幫人設計 室內設計 這裏無端端有個優器柱 主要上市是 波蘭街那邊比較多建築建材店 更油麻地 在旺角那邊 嘩,好像很盛 不過太貴了 做窗簾 三刀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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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 一刀刺爐 大便 四刀刺爐 枯爐 寬心 大便 好 追警察, 免得被他問候, 所以就過對面馬路, 看看會不會幸運一點點 海鮮菜館, 買海鮮而已 不過現在這麼多堂食, 有沒有生意呢? 下午吃海鮮好像有點怪 這個賣精龍 賣燈飾 電器 賣燈飾 剛剛老過又有另外一間大家吃 欣賞一下這裡的扭景先上片 豉油街 這邊有個地盤 相信下城之後一定是非常昂貴的 對面有五金 還有一間賣水喉, 水龍頭那些東西, 門鎖 這個就看不出了 都是裝修用的東西 這個是賣竹的 OK, 竹瓶的 那麽 買燈制, 買燈 這裏呢是, 朗豪坊的背面 一堆食肆在這邊 五金店 不是藏具的 這裏是山東街 我上次行山東街的時候 留意到這裏有個古古怪怪的地方 有個休氣處 有個牌,這次看看是甚麼 好,朗豪坊 以前是鳥仔街 繼續行 這裏有個休氣處 有個休氣處 有甚麼特別呢 我都不明白 怎樣也好 兜個圈看看 這邊有一條斜路上去 有個部屋 OK, 繼續上 前面有個Food Court 這邊有個兒童的遊玩設施 不過就 疫症關係 封了 這裡有個瀑布位 瀑布的位置 前面有個木頭 正在裝一些鹿 好了, 出回來了 感覺有點浪費公堂 不知道做這個地方出來 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它休息的位置 也不算特別多 它又要做了兩層 好, 這裏原來就是 酒店 好, 出回來了 這裏有個巴士 是小巴總站 說錯了巴士 是小巴總站 只留意到有輛小巴去荃灣 其他就看不到 好 右腳去美孚 好 不特別研究了 出去了 原來是京美孚 就去利木樹 有家就去安蔭村 安蔭是在哪裏呢 是不是荃灣那裏呢 不緊要 出到這裏是亞街路街 亞街路街 亞街路街 這個方向一路走 會去荷文田 九龍城那裏 叫做 好了 過得馬路了 另一個方向 去了大角咀 對面的建築 也挺有趣的 618上海街 旁邊 好 甜紅 是 爺 鴻 前後 你 去 被 唐 餆 你的 有一個什麼平族市場 生生 這個錦蘭茶煙莊 這裏頗有趣 618上海街 我相信是一個歷史建築物 然後重建了 應該可以進去參觀 不過今天就不去住了 我有任務 其實我今天是要去深水埗 去深水埗當然是應該由佐敦出發 做照明 連續幾間都是賣這些燈飾 這裏有個排檔的區域 近廣東道那邊 原來那裏叫快庫街 找東西走一走 原來這邊都是快庫街 我以為只有另外一部分 原來彌敦道的另一邊都是快庫街 一齊來欣賞一下燈飾 一齊來欣賞一下燈飾 而另一邊呢 離遠就會見到上面有旺角橋 繼續是上海街 對面馬路都是有一堆建築建材的公司 明將桌球城 關了一閘 不知道是不是不給營運呢 這一節應該是最後一節的上海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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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街 拔街就之前都走过的了 上面的袋很大颜色 買门门锁门铃门框 也是建筑建材公司为主 访评仇是在房子上 设计所在一间和公司的厨房 屋的厨房 设计所在房子上 中文字幕提供 有這個單向箭咀的上海街牌 即是說我已經走完這條街了 我旁邊這個是荔枝角道 那邊是太子道西? 我猜是,我認了一條天橋 這段片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